鄭文燦被當庭受壓之後 搭乘了法院的警備車 前往桃園看守所 預防表示 鄭文燦心情平靜 也安排三位案情 單純被告跟他同住 曾任行政院副院長的他 也成了桃園看守所 歷年來關押被告的最大卡 晚間七點 警備車 駛出桃園地院地下室出口 曾經是桃園的大家長 因為涉嫌貪污遭押 一路被載往桃園看守所 成了歷來關押最大咖的政治人物 路程十幾分鐘 很快就抵達 但第一碗 致死的鄭文燦 還不想吃老飯 他說吃麵包吃飽了 他說不需要吃我們的便當了 情緒目前平穩 其實預防有幫他準備了晚餐 滷雞事 涼拌豆干 炒空心菜 跟清蒸排骨湯 但鄭文燦不餓也只能收掉 預防強調 鄭文燦不公布乳肩编後 這次替他安排的四人一室 另外三名同住的被告 案件也相對單純 兩個詐欺 一個毒品 為了維護他 我們的社訪的一個秩序 還有他的安全 所以說我們會安排三位 比較案情單純的被告 與他一起同住 桃園看守所外頭 曾擔任過鄭文燦 國中時期的導師 剛好運動經過 談起他在校時 成績優異 對比現在 也只希望他在看守所裡 能好好反省 他以前的班上都是第一名 前校第一名 還是讓他好好地加油 完成一下加油 解送看守所的第一碗 鄭文燦心情平靜 桃園市長任內 遭控收賄 隨著案件審理 恐怕還得在裡頭 蹲上好長一段時間 接著綜合報道 村民燈心平靜 教育 出財